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12月16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了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国海共创双赢 好 我们看到昨天美国FED 两天的利率决策会议 这个开完之后 宣布了会议的结果 结果这地方开始要扩大 这个所谓购买债益的一个规模 就是提前结束这个量化宽松 预计就会在明年三月份 量化宽松正式的结束 同时也暗示明年以及后年 可能各会有三次升息的动作 那整个这个动作上来看的话 因为要到明年三月才结束量化宽松 时间点这地方算是符合预期 所以昨天的美股来看的话 是呈现一个尾盘极拉的走势 由黑翻红上来 尤其科技股Nestec大涨了327点 那也让台北股市早盘指数 这地方呈现一个开高极拉的走势 一度上涨154点之后 接下来就是呈现高档来回震荡 那尾盘又拉高上去 上涨125点收在17785的位置 成交量今天3116亿 那当然这地方 昨天都跟大家提到过 在FED利率决策会议之前 前两天大盘量能 急缩到2000多亿 这个观望气氛比较浓厚一点 算是正常 如果利率决策会议之后呢 这地方买盘能够回荣 不量上来 台北股市就有机会再攻 那今天成交量回升到3100亿 整个指数的部分也拉高 上涨了125点 是不是代表这个行情 就要开始将一路的往上冲高上去了呢 好 针对大盘的部分 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继续做详尽的说明 节目一开始 还是要先按照惯例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县荣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 操作建立的内容 那今天12月16号 每天第一步 我们都会先帮会员朋友 观察盘式的结构 再来决定该怎么操作 今天适合做多先买 还是适合做空先卖呢 那看到美股礼拜三 出现尾盘吉拉 而且小NAS起指 早盘还有续涨20多点 台股指数先开高吉拉 上涨了超过百点之后 首盘出现了一个多方量 而且达到322亿 早盘的预估量 大概在3200到3500亿上下 起指的涨幅则跟现货差不多 所以我研判 今天指数的部分 应该是怎样开高之后高档来回震荡 当然仍然要注意个股结构强弱的差异 所以今天9.09分就已经跟会员朋友预告 今天的盘式量能有增温 指数高档来回震荡 那这种高档来回震荡的盘式 当然操作难度比较高了一点 但是量能增温之下 原则上现龙老师就会建议会员朋友 采取短多就值得先买的一个策略 锁定的标的今天锁定这个板卡塔厂当中 2377的维新 前三季就已经赚了15块的EPS 全年上干20元 那同时在整个这个电竞笔电 绘图卡 显示卡 这个供需人的吃紧之下 明年营运都还会稳定增加 但是重点是技术面 早盘开个高先做震荡 上档有大笔的尾卖单 这地方看似卖压沉重 吸引散户卖出之后 看到他股价震荡拉回都能守住早盘的均价 高也先过高 指数还没冲过高点 他就先冲过了 这个股价来看的话 这个均价的话 也都有在上扬的现象 有大户洗完盘之后 要再度进货的迹象 动能指标也翻红上来 出现转强讯号 所以今天维新建议会员朋友 采取短多当冲我们先买的策略 那这是今天早上9点15分发出的指令 快打当冲注意今天我们做短多2377的维新 短线技术面转强之下 定价168到167之间 先做买进的动作 停损定下来 目标也都定下来 请勿以市价追高杀低 所以你看到跟着会员朋友 这个会员朋友跟着县荣老师 做当冲 其实真的都不用市价去追高 市价去杀低 按部就班定价给你 慢慢的来做承接 这样子一方面你不会用市价追高之后 成本这个地方差很多 第二个更不用说一堆会员 如果都用市价追进 容易惊动到背后大户 那只是今天这档股票 后来全部成交平均买在 167.5的价位之后呢 出现了这地方 两派大户在那里多空僵持 就是一度拉高上去又被打下来 那这个地方就变成有人要进 也有人要出 这个两派大户在那里多空僵持不下的情况之下 下半场变数就比较大了 所以在11点10分的时候 当时市价在166.5附近 我们建议会员朋友 早盘买在167.5 当时在166.5 小培先收回资金把它卖出 明天再来找会赚钱机会 所以今天很抱歉 这地方维新并没有能帮会员朋友赚钱 小培个一块钱给他 假设100万今天做个6张7张的话 大概就赔个几千块给他了 那重点是你会看到 现龙老师做股票的原则就是这样 这个先求稳再求胜 如果有疑虑 我们宁可就先收回资金 宁可小培也拒绝让大培发生 这样长期下来 这个才能够有机会 在小培小赚大赚的情况之下 就是不会大培 长期才能够成为赢家 当然现龙老师要再三强调 你可能会觉得 人家今天每个老师都大获全胜 又有几支涨停了 对不对 一堆投股老师今天又开始 喊进涨停版的股票一堆了 怎么现龙老师没赚 也要拿出来讲 这就是现龙老师这么多年来的坚持 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每天真的就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有赚没赚都诚实跟大家讲 我也常常强调 做股票真的有人可以稳赚不赔 天天都大获全胜吗 那叫做神话 神棍才讲的话 也就是如果你觉得 哇那些投股老师好厉害 每天都有股票涨停 每天都大获全胜 你跑去加入 你就会发现到最后都假的 原来你加入就发现 这些老师每天都在电视上 大获全胜的时候是怎么样 每天可能推荐三到五档股票 给各种的会员 一个月下来推荐过几十档 那当然推荐过几十档 总有几档今天会涨 没有今天也去把大涨的股票追起来 反正电视上永远都只讲 今天涨的今天赚钱的 赔钱的套牢的下跌的 通通藏起来不说 这些老师能够真的帮你赚钱吗 你发现电视上讲说大获全社 其实套牢一缸子都假的 那有些老师是一档股票 每天都叫你买进 跌了就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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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钱当作用不完一样 无限加码 这样无限加码下去 当然再弱的股票 跌升了也会有反弹的时候 一反弹上来就告诉你 你看最低点买的赚了多少 其实会员早就高档一路的买 钱都在高档就用光了 套牢在高档还没解套 怎么可能有钱在最低点买呢 这样的头顾老师 也说自己大获全胜 但是能够帮你赚钱吗 你也发现假的 那有些老师是一档股票 要叫你做帮充 又叫你做波段 那常常到最后就是 有赚钱的时候就叫你充掉了 看错就说没关系 改放波段好了 听起来好像对啊 这地方没赚钱就改放波段 但是你会发现 这叫做股票的兵家大忌啊 因为他会让你赚对 看对的股票很快就出掉 反而是看错的股票放波段 到最后你满手波段的股票 都是你看错的 那到最后会怎样 满手都看错的股票 最后全部都套牢 损伤惨重 赚都赚少少 赔就赔一缸子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我才会说这叫兵家大忌 这样的老师也说自己大获全胜 但是千万不要这么做 那有些老师甚至把会员分成了N组 每一组股票都不一样 所以呢电视上永远会冒出一组会员的股票 今天涨停版 有没有那一组会员不知道 只知道老师在电视上秀的 大获全胜的涨停的 怎么永远不是你参加的那一组会员呢 你是不是都遇过这样的头顾老师 这样的头顾老师每天都说自己大获全社 真的能帮你赚钱吗 你加入都会发现原来都假的 那县荣老师要再三强调 做股票 只有神话才会告诉你天天都赚 县荣老师不可能保证你天天赚钱 但是我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些 你放心 加入我们都不会发生 因为我们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第一个就是跟着我们做当冲 当天进一定就当天带你出 不会看错就叫你放波段 叫你凹单 没有绝对不凹单的 像今天看错一块左右还不到一% 就收回资金再说 对不对 先求降低风险 严格控制风险 第二个保证 每天最多只会有两档当冲股 那今天只出手了一档2377的违星 也只有这一档而已 第三个保证 每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 都会是相同股票 所以今天所有会员朋友跟着我做当冲 也都是2377的违星 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秀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老师当场赔偿100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为什么 就是要这样给大家 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持续用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坚持 你看到真的就每天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有赚没赚都诚实讲 我只求认同县荣老师 这样子理念的 认同县荣老师这样的操作方式 先求稳再求胜 万一看错小赔收回资金 对不对 伺机看对小赚大赚 更认同县荣老师这样 每天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的 都欢迎大家跟上我们的脚步 当然我也要再三强调 做股票操作就像吃烧饼一样 吃烧饼哪有不掉芝麻 掉个芝麻很正常 没有错 但是永远记得一件事 绝对不可以只吃芝麻 却掉了一个大烧饼下去 什么意思 就是做股票 看对看错一定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重点是 看对的时候 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但是万一看错 宁可小赔就跑 绝对不让大赚这件事情发生 这样长期下来 才能够成为真正赢家 像今天维新 我们平均买在167.5的价位 后来11点多发现 两派大户在那里多空僵持 变数比较大 有疑虑了 我们就先收回资金 赔个一块钱不到一% 宁可小赔就收回资金 对不对 拒绝大赔这件事情发生 这样小赔就出场了 做个七张赔个几千块 那看对的时候 像上个礼拜我们做中美金 大户洗完盘再度进货 转偿讯号出现 短多先买 中美金那天埋在215以下 最低214.5 拉高上去219以上 卖出最高221.5 至少4块以上的价差 做个五张 那天就是加薪高2万以上 赚起来了 对不对 上个礼拜四我们做普城 前一天隔日冲大户锁完涨停 隔天再拉高翻手出货 转弱熏毫出现之下 我们建议短空先卖 那天卖在39.9以上 指令发出之后最高来到40块 卖完之后39.9以上卖出 一波急煞翻黑下去 通知大家 有没有38.5以下买回 后来最低煞到37 目标38也都达正 至少最少就1块4以上的价差 它股价比较低 100万做个30张 30张一天就加薪了4万多回来了 所以你看到今天看错 小赔个几千块给他 看对中美金赚个2万 这个普城赚个4万 这样长期下来 小赚小赔大赚长期下来 自然就能够成为赢家了 那我们就是这样的操作 理念方式之下 从11月17号到今天为止 累积当冲战机 十胜五负 有赚一定有赔 每一笔县荣老师都诚实报告 重点是赢亏相抵 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一个月下来 累积超 单月的累积报酬率 达到两位数左右 对不对 真的一个月 每一党用100万左右来做操作 一个月要帮自己加薪个 各十百千万十万 66位数以上 真的不是不可能梦想 重点就是要坚持这样子 看错宁可小赔 拒绝大赔发生 看对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长期下来 最后才能够成为赢家 这一点如果认同 献榮老师的操作方式 操作理念 更认同献榮老师这样坚持 不说谎不骗人 称实报告每一笔操作的 都欢迎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 跟上我们的脚步 一起来利用当冲 稳中求胜的掌握赚钱机会 好那接下来的行情继续看下去 那大盘在11月26号 那天重挫280几点 急杀一根长黑 我们跟他提到那时候 Omicron的一个病毒爆发 如果能够在这个地方 利用这个利空 做一个这个急杀过后 让融资符合大幅度减少 洗清筹码之后 台股先回测季线 半年线附近 然后补量上来 就有机会 再来挑战18034了 那前两天大盘 这地方公道接近18000 再做一个量缩拉回 也都跟大家提到 那这个18000关前量缩整理 而且有FED的一个利率决策会议之前 观望气氛浓厚一点 量缩拉回整理 这都算正常 接下来只要能够补量 就有机会继续供 那今天大盘涨了310 这个涨了125点 成价量也回升到3000亿以上了 那这个部分 是不是代表这盘势 就会再一路往上供呢 当然我是乐观期待 大盘如果说 这个地方接下来 量还再能够更大一点 有个3500到3600亿 这个行情就有机会 攻过18034 但是也发现到 指数虽然快要突破18034了 问题投资朋友 你手上的股票 真的有赚到钱吗 很多人我相信都说 没有啊 为什么 因为当你看到大盘指数 现在这地方要来挑战 18034高点的时候 指数看起来在高档 可是你想想 半年前最多人在追逐买进 一堆人在看好的 什么 航运 钢铁 现在的股价呢 你会发现 指数已经快要回到18000了 长龙那时候230 现在140 还要涨个100块左右 才能够回到高点 万海那时候353块 今天收盘196.5 还要涨个这地方100多块 才能够回到高点 对不对 玉民那时候96块 现在连60块都不到 五字头而已 还要再涨个八成才回得去 钢铁股中红那时候64块多 现在有三字头而已 还要再涨个八成才回得去 你看到指数虽然回来 很多股票高点都不再来 重点是半年前一堆投股老师 叫你去追逐航运股 叫你去追逐钢铁股 后来跌下来 就丢在一边不管了 又开始在上个月 一堆人带你去追逐 例如说电动车 上个月是不是很夯 结果呢 结果我们看到 当大盘指数 哇现在这地方 又冲高上来的时候 那时候康普 哇拉一根长虹 创新高一堆人又去追了 那时候股价176 现在剩下130 指数已经要快高点了 股价却又开始跌下来了 所以这波行情你会发现 真的第一个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 指数虽然有机会上来 很容易赚指数赔价差 更重要的是 那接下来的指数 就算突破18034 你觉得就可以高整无忧吗 再三提醒大家 对不对 现在外资起指的空单 仍然有这个26000口左右 外资都在加强避险 什么样的风险 外资在这地方 大量的在这里 要做避险动作 原因就在于 全球股市明年两大风险 美国那边可能 进入到升息循环 中国这边 进入到习三任 你觉得可以不顾吗 你觉得风险 真的可以不用管吗 你要在这里 给它拼大的 all in下去吗 好 再来呢 又看到了 这地方多少的 所谓的一个 企业大佬 美国的富豪 今年都在狂盗股票 包括主博客 这脸书的创办人 包括Google的创办人 包括特斯拉的创办人 包括这个亚马逊的创办人 通通都在高点今年 狂到货卖股票 还记得六月份 航运股最夯的时候 那时候 航运的大股东 在大举声报转让 我们提醒大家 航运股的高点已经不远 因为春江水暖压先知 股价的高点 大股东最知道 现在这些全球科技业的大佬 拼命在倒股票的时候 会不会是科技股的高点 也已经差不多快到了 这种状况各位投资朋友 我只能再三提醒 对不对 虽然台北股市仍然有机会 突破130B8034 赚钱机会我们想把握 但是我们风险意识 绝对不能少 那要赚钱要掌握风险 要控制风险 该怎么做呢 当然最好的操作策略 就是我所说的 快打当重作战计划 我们发挥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 盘后有赚没赚 让你保持空手 这样是不是能够 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 又能够稳扎稳打的 来累积赚钱机会 甚至包括今年5月份 指数狂跌2500点下去 跌到15000点的时候 你看到那时候 我们5月当冲淡机 一个月累积报酬率 超过了23% 对不对 就是每一档用100万左右操作 一个月加薪各十百千万 十万六位数以上 你看到那是在5月份 大盘从这地方 17000多 跌到地方 15159下去 创造出来了 那你看到 是不是先把风险降到最低 即使大盘重挫 我们都能够稳扎稳打 掌握赚钱机会 受到大盘趋势会影响非常低 当然我们知道 很多人都想做当冲 只是没时间看盘 更多人做当冲 每天就是买进追高之后 这地方有赚个几百一两千就跑 万一没赚 就想要凹单 总有几档股票到最后凹不回来 解不了套 变成重商惨赔 一赚都赚几百一两千 一赔就赔个几万几十万 这样可以吗 不要再为了省小钱赔大钱 我们知道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加入 由我宪荣老师 亲自代理的极品操盘团队 每天按照专列SOP 第一步观察盘式 攻击盘做多整理盘做空 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最重要遵守几率理性操作 先求稳再求胜 当天进一定就是当天出 像今天这地方 我们早盘买进微星 发现两派大户在那多空僵持 变数比较大 小赔个一块钱 我们就收回资金了 先求稳再求胜 有疑虑就收回资金 宁可小赔不让大赔发生 看对像中美金先买后卖 一赚4块以上价差 5张就2万以上赚起来了 像浦城发现大户 拉高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先卖后买 1块4的价差 30张一天加薪个4万多 就赚起来了 所以你看到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看脆小赔就跑 看对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长期下来 这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赢家 一个月帮自己加薪个6位数 10万以上 真的不是不肯的梦想 如果认同县荣老师 这样的操作方式 更认同县荣老师 每天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城市报告每一笔操作 想跟着我们一起 征服国海共创双赢的 好好把握这一次圣诞节 晕达头顾退出的 三大圣诞温馨礼 错过这次要再等明年 广告休息时间 就欢迎跟我们做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圣诞领声响 礼物三个来 好礼一 帮你出一半 好礼二 开红盘起酸 好礼三 神秘礼物 晕达头顾圣诞温馨礼 错过等明年 错过站线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 极品超盘团队 由河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插举分线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 嘎老师 极品超盘惨罪 入会专线02 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限时台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FED利率决策会议之后 美股再度的一个拉高 台北股市今天成交量回升到3000多亿 上涨了125点 接下来量如果能够继续增温 多方攻击量3600亿出来 指数就有机会来正式突破18034 占稳18000以上 但是赚钱机会要把握 明年台北这个全球股市 仍然面临了美国结束量化宽松 以及中国习三任的两大风险 这种状况之下 赚钱机会虽然要把握 风险意识却绝不能少 所以最好的操作策略 仍然是我们的快打当冲 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 这样的快打当冲作战 才是你最好的操作策略 那么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内容是这样 每天早上提供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 清楚的告诉你 今天该先买还是该先卖 清楚的提供进涨价 预设停损 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假简讯通知 没到假需要修正 当天带得进 一定当天带得出 像今天 操作2377维新 照盘平均买在167.5 后来两派大户在那里多空僵持 变数比较大了 我们就这地方收回资金 小赔一块钱给他 宁可小赔拒绝大赔 这是我们先求稳再求胜的原则 等到看准机会了 像中美金 一赚215以下买进 219以上卖出 4块加差 5张就2万以上了 浦成一口气 一天加薪个4万多块 这都不是不可能梦想 一个月加薪个6位数以上 10万以上 不是不可能梦想 想利用当冲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的 记得好好把握 我们给大家的圣诞好礼 这个三大好礼 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政府骨骸共创双赢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